大家好 欢迎来到动漫星际 在奥特曼的拍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 最出名的就是当年左飞大队长头被烧倒了 当时的情况可是相当危险 尽亏巴顿演员极度生智才救下了他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像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 首先咱们来说说初代奥特曼人间体被热晕了这件事 初代奥特曼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奥特曼 一切拍摄手法和道具都是全新的尝试 当时的流酸脸也就是A型皮套 是用潜水服改造的 潜水服的密闭性不用多说 他在身上就跟去了上飞走一样 再加上拍摄现场经常有爆炸之类的高热反应 这种情况能不热吗 那简直就热死了 后来我有幸看到了初代奥特曼的皮套演员 古古敏先生的次传 成为奥特曼的男人 他是这样写的 照片拍了大概30分钟后吧 我的眼睛被留下的汗珠沁尸 看不清东西了 体温升高 四肢也越来越麻 于是我给赵丽做了个大叉的手势 离开了舞台 手套和鞋子里也都寄了很多的汗 很深就像是洗了澡一样 几乎半个小时就连皮套演员都受不了了 而且古古敏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 连他都受不了 一般人更不用说了 说完了初代热晕 我们说的爱吃被烧伤 对于皮套演员来说 其实烧伤都已经家常便饭了 为什么呢 首先一点 皮套为了让眼睛和计时器散光 内部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电路线的 本身这些东西就有热量产生 再加上皮套的高保密性 非常容易烫伤皮肤 更可怕的还不在于此 平时在路立作弹还好 一旦进入水里面 电子器械万一短路烧坏了 那就要直接烧皮套演员了 除了左飞队长头部 因为意外被烧着烧之外 还有一个奥斯曼也被烧过 那就是爱斯奥斯曼 当时他被火焰之剑插入了胸膛 不过大家仔细看 是可以看到 其实插入的部位是在腋下的 但是即便如此 那把剑上面也是真正的火焰 温度非常高了 真是为我们的皮套演员感到心疼 不过这两种惨 就比不过最惨的凤云 节目说凤云 平常的训练就很令人头疼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镜头是好拍的 各种肉搏空手道训练 皮肉上是常有的事情 都不需要刻意说明了 但有一集中 团位的对他进行特序 专门开了一辆 刹车失灵的吉普车来几雷游训练 据说当时导演安排 要拍出真实的效果 于是就让司机开车猛撞他 不过幸亏开车的反应速度快 要不然就真是出人命了 真是拿生命来拍戏啊 致敬我们的真夏农爷爷 这里说奥特曼的诞生 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这里也只是拿出了一小部分例子 来说明当时情况的不容易 让我们一起来致敬这些 伟大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吧 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们美好的童年时光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